這有本能力給都不曉得 不會 歡迎評侯一定要我換這張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得第一 我是小溪 我是余蓁 我是余蓁 今天我們的大來賓是 余蓁女戰神 耶 所以呢 我們當然也要訪問一下 你得第一的人生經驗是什麼 這樣講有點丟臉耶 為什麼 等一下 每一個來上我們節目來 去操作自己得第一很多 人生中得第一的經驗 怎麼辦呢 其實我得第一的機會很難 對 演講比賽啊 第一名 入門比賽 第一名 論論比賽 第一名 這些也就棒了 這些都是文科的 也沒什麼 最後他就練了一個 儲蓄比賽 第一名 儲蓄比賽是什麼 儲蓄 存錢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今天呢 重頭戲就是 我們都知道 陳玉珍大家都被拔稱為 女戰神 今天啊 我們由年輕人嗎 挑衣服跟挑私品 要做造型改造 讓女戰神變成女神 Let's go 我覺得你看到這些衣服第一眼 有什麼相關 這個是士族 哇 腐朽為神奇的技術 哈哈哈哈 去結婚化妝不會有那麼多道工序吧 對啊 就是基本的讓善善 就可惜晚上沒有約會了 哈哈哈哈 看看 趕快看晚上的 可以可以下啊 對 重點是人家都會問你說你在做什麼嗎 我都說我在做法律的工作啊 然後他們就說 什麼法律工作 律師嗎 我說不是啊 他說法官嗎 不是啊 警察官不是啊 那你是法務助理嗎 我說不是 法務助理是我 我是他的老闆 他們就覺得你什麼都不是 你就是 怕你會有壓力 我沒有什麼壓力 我變成的朋友都沒什麼壓力 真的 所以你說如果有人批評我們說 長得醜啊 長得胖啊 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的自信不是來自於哪裡 因為我們從小受的教育 知道那個 沒錯不是最重要的東西啊 是有沒有內涵才重要啊 所以每個人 想要追求的人生目標不一樣 你只要決定說 你想要的是什麼 往那個方向去做就對了 你一定要去做你有興趣的東西 你去追求你想要追求的東西 這個才是中毒 不管是漂亮 或者是讀書好 你二十八歲從政嘛 嗯 跟我一樣 那我知道這條路是我想要走 那就不會 就不會後悔啦 文友現在委員在變裝了 覺得等一下會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期待 一定會女生下班 我覺得你太官腔了 再給我一個答案 我覺得就像是 沒有翅膀的天使一樣美麗 好餓喔 來 你說 我覺得會跟平常在立法院 抗爭跟捍衛權力的那個 強悍的樣子 非常不一樣 又一個狗腿 再一個 我很期待會有什麼樣的反差 希望是180度大轉變 登登 現在氣質大改造開始了 而且呢 郁真偉已經換好妝了 等一下 拭目以待看最後的成果如何吧 接下來 我們去看下 全互萬萬師出了 尤其萬萬師出,來 大家都還認得出來嗎 認得出來 認得出來就有錯 但是整個人的氣質跟感覺又再上來再生氣 我的感想就是由於去成語就要 化腐朽為止生氣 這句話是實質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教委員時下女孩子最流行的自拍 我們在腳步上面呢 會把這個鏡頭拉高以前 然後這樣子低一點 你就會覺得 是由上往膠看起來比較瘦的 對 臉就會變小 通常女生還會做一個事情 就是呢 側臉 然後你先把 你都可以 反正你先選一遍 側臉 然後呢眼睛 眼睛對筋好 好 眼睛看回去 然後你的眼睛 對 側臉 來 我幫你拍一張好 有喔 這個就有人 這完全就是網美照嗎 真的嗎 真的真的真的 太厲害了 很誇張 本能一點都不像 不壞 對 側臉 每個人聽的人一定要 換這張 對 每個人要左臉好看或右臉好看 委員回去再慢慢 側臉 這樣有一種預情步驟的感覺 不要看你又不看 而且呢 我們今天還有好看要送給我的網友喔 就是委員身上的這些手勢 我們要特別感謝KERA的視頻 Yay 所以如果呢 你今天看完有留言感想 只要在這個頻道的影片底下有留言 就有機會收中KERA的視頻喔 是跟御三偉人同款的耳環還有手環喔 太棒了 耶 耶 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到我們的片尾主時間 偉人家要唱什麼歌 那個 紅豆 剛好 哎呀 哎呀 剛好 今天他這麼漂亮唱這首歌 剛剛好 有時候 有時候 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 相距離開 都有時候 沒有什麼 會用脆不朽 可是我有時候 請偶爾 寂寞 接著 是 會 我 喝洗水 插 牛 我 我 現在 有時候 我